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张怀太子母 张怀太子是谁呢 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 唐高宗李治的第六个儿子 他的本名叫李贤 张怀太子这个名称呢 是由李旦唐瑞宗来追似的 如果你在哪部电视剧中 看到李贤生前使用张怀太子这个称号 那就说明 木道的两侧还有客室图 马球图 狩猎出行图 不过原图早已被接走 放在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内进行展览 这都是国宝级的图 这个木道总长71米 木的构成是由四个过洞 三个天井三对小刊 前后木室构成 小刊内放置了三彩镇木兽 三彩利勇 骑马勇斗 现在小刊里陈列的是经过修复的陶勇 因为早前被盗墓贼全部打碎 并且交换了位置 木内失气太重 还是看不清楚 我们接着往前走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盗墓贼是如何破解这个机关的 因为机关就在盗墓贼的盗洞下方 前面那个劝门 就是墓室的前涌道 我们从这里过去 前涌道全长14米 宽1.7米 高2.1米 有墓门一道 已损坏 墓门在什么位置呢 墓门就在盗洞的下方 墓室里面感觉真的好冷啊 跟外面的天气温差相差太大 我们来看一下 我左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盗洞 据说是唐末某一年被盗的 来看一下这个盗洞啊 打的是非常的精准 直接打进了涌道 盗洞是方的而不是圆的 据说盗墓仔可以以土质来辨别墓地的方位 接着我们把手机放进去来拍摄一下 它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目前保存完好的一个盗洞 这个盗洞的原理呢 类似于北方的土地窖 在农村待过的人相信大家都知道 都有那个脚灯的地方 就是在墙壁上刨一个小坑 以此来进行上下的攀登 里面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由此可见 古代盗墓者多为兽人 而胖子者不能进行盗墓 或者仅仅是只能当作放风来使用 盗墓贼打盗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许会使用到一种特殊的工具 叫做探针 用来确定墓室的位置 进而选择合适的盗洞 盗洞的下方呢 曾经有一个墓门已经腐朽不存在 而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一个墓门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确定墓门的位置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根据考古发现 墓门向北一米处就是机关锁在地 考古时在此发现了铜制的溜金门钉66个 溜金铜锁一把 及溜金铜片 木块等 在木门一米的地方 发现了共有65公斤的千块六块 其形状有长方圆形 椭圆 方四种 附近还发现了铁箭头和机具零件 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断 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暗器发射装饰 触发机关就会发射箭头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机关就在盗洞下面 盗墓贼是如何全身而退的呢 盗墓贼从盗洞出来以后 发现了机关 但这并不是机关的触发装置 从考古发现的箭头来说 如果触发了机关 箭头不会留在原地 而盗墓贼 又能把小看内的桃涌砸碎 说明盗墓贼极有可能破解了机关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机关失灵了 理由是永道和墓室里 发现了张怀太子及其夫人的肢体 墓内有可能渗水导致机关失灵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石门 就是被盗墓贼砸开的石门 上面的裂痕 清晰可见依然 整个地宫内未发现盗墓贼的尸体 所以由此判断 盗墓贼依然是全身而退 古代盗墓贼多数看中的是墓室内的金银珠宝 玉石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砸碎陶勇呢 很可能认为陶勇不好带 或者是在当时并不值钱 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 唐代的盗墓高手有多么厉害 不仅懂得风水数数 关键是 他们还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技能 就是破解机关 就拿张怀太子墓的机关来说 很大概率是盗墓贼破解的机关